欢迎来到KTX的YouTube频道,我是KTASMA 今集讲一个有趣的题目 股票是一句话,与其新手问人拿2元 倒不如向人请教,有什么方法可以找到2元 这句话都吻含很多意义,可以慢慢细味又可以理解到很多更深层的东西 最表面的这句话就是讽刺股票市场那些司拉股民 经验是不断累积的,不论你赢好,输好,甚至马云说 失败的经验比成功的经验更可靠 成功有无限种可能性会成功,但失败往往都是集中一些因素 如果经常只顾去问人拿2元,而从来都不会走出那一步 就是学习什么是股票那方面的知识,永远不去增长,永远依赖别人 那你慢慢慢慢就失去了那个宝贵的经验累积 即是当你十年后,二十年后,你仍然在问人拿2元的时候 另一个人可能不停地学习,无论他学习的东西是正确的 起码他的经验累积是超前了那个人20年 有时人的潜能很大,与其经常伸手牌叫人帮 自己想多些方法可能会更加有效 也有一个叫做老豆给零用钱的故事 就是有两个老豆都很懒 A老豆每天早上都会放下那天的零用钱给儿子 那儿子起身拿了就可以上学了 但B老豆就成功很多了 他希望那个儿子能够掌尽成才 所以逼他每晚临睡前要写下一个找2元的方法 第二天早上要放在他床头 老豆就早起身上班 每次看完他的方法,无论好或不好 亦亦亦亦亦亦亦予一个鼓励去放下零农钱 自此之后这两个小孩的命运立即择余 第一个小孩是新手牌 遇到难关没有办法可以面对 疫境奋斗的潜能完全失去 反观后面的人很吃虐 因他思考和模式习惯已经新成了 想法很灵活 很活跃的创意各方面 因为每天都要逼他思考 日子有功之下,后者的小孩肯定会成材 而A的小孩肯定差很多 以前有一个朋友很喜欢找人帮忙 甚至他的价值观也改变了 他常常叫我不要学那么多东西,用李嘉诚的那些 李嘉诚会不会自己去学整个封面 他叫人做而已 他慢慢迷信了,什么都不用学 因为他的价值观是与其学得来,已经找人帮了 但我不认为了 以前早年我要写一本书给自己 当然不是人格心理学,是其他范畴的书 自己学习如何排版,如何写作一本书 当时真的找人设计封面 我自己的脑海有一个图画 但无奈没有人帮得到我 然后你说去给钱人做 当然那也是自己的换票性质 你去给钱似乎是不划算 而且给了都不一定满足到我的要求 所以我就自己去学 这就是一个自我投资 在开始你经常问 我认为你永远十年二十年都是新手牌 那你就什么都得不到 连那个经验累积都没有 连失败的经验你都没有 是零 一切都是零 而我自己的哲学 其实人的潜能是很大的 基本上你不是那些生死关头的难关 其实很多时候只要我们坚持着 都可以过到关 但由于这类人 他们习惯了依赖别人 当他遇到一些 可能都不要说大难关 小问题 一没有人帮他手 可能个人都很忙 甚至他的价格已经用尽了 或者剩下的都是一些飞机友 帮了你等于没有帮过 甚至不帮好那些 越帮越忙 好 那回到这句话的初心 就是 讽刺那些股民 问人拿个Number 然后就去买 完全都不知道那只股票是什么 或者那间公司是做什么 完全都不考虑了 给个Number 他就直接入户口就买 第一就是永远学不懂那样东西 第二就是你不知道那个人 是不是随口说 当地级的 很多很多人 见过一个朋友圈的朋友 他有一次突然有个电话响起 那里面的就是他的朋友 就问他买球 今晚买哪一场 那我一听 我很奇怪 我很清楚他不懂球 但是呢 那个对话他就 头头是道地说 叫他买这对 买那对 其实他就乱说 那我当时就 witness到 电话完了之后 我说你都很晚 你连足球有多少人踢你都未必知道的 你可以教别人买买买买买买 你不要害人啊 大哥 他说别人问到 难道我不说吗 那你都很晚 你有什么方法令到他觉得你懂足球呢 不知道他之前做过什么 就是那些超级车大爆吹牛那些人 但是另一边就是讽刺了 就真的有人是分不了那个人 认识还是不认识的 那个人是完全不认识足球的 他不看球 但是就有人相信 第三呢 我经常提倡的就是命运 都是掌握回自己的手 你相信别人的提示 重不重也好 起码一件事就是 赢输都是你的钱 可能真的好像那个足球的人 他自己都不认识的 他就给了一些提示 赢就好运 输的其实就不是黑仔 是你整件事本身就是错的 那如果长期做一些 那个本质上是错误的东西 其实你拉长线就相当相当危险了 然后最后就是我有个朋友 是以前早年的朋友 他就做了马房的马夫 他又是那些马痴 很喜欢倒马 很喜欢赛马 结果他最后就很黯然的 缺了份工 为什么呢 就是在马房信了那些提示 那些马房提示 第一次他就大注 输了 然后不久之后 又是一个提示 一定赢的 赢回上次了 他就重注 结果又输 然后第三次 又是那些马房提示 他就全副身家 想着追回之前那两铺 就一铺清代 那就是三个提示 而他就没有借钱 结果他也是没有人 很失望地缺了份工 后来他就做回其他事 也是一个解脱的 也是一个很值得大家借镜的参考 今集与其问人拿两铺 不如请教别人 如何可以找到这两铺 或者好像今集的故事 B的小朋友 自己每天都去想一个方法 如何可以找到这两铺 你的习惯性养成了 你就不会那么容易去依赖别人 还有最后都是那句 命运都是掌握在自己手上 今集就到这里了 如果是新观众 不妨按订阅支持一下 这里是CATUS Magic 多谢大家收看 新好观众也可以按like 还有留下字 我们继续在下面文字交流 多谢大家收看 我是CATUS 感谢观看 int 万二 你 呜 虼 哪 这是 我们 软 � Nixon 又